1953年1月 一场风暴潮震动北海 巨浪淹没了荷兰海岸线 近2000人丧命 54年后 一场类似的暴雨又威胁这片区域 但这次荷兰做好了准备 当水位涨起来 先进的电脑感应器开启了紧急应对措施 接下了30分钟 一队240米的钢壁合拢了起来 保护着前方的航道 这道屏障利用680吨的球形接头 随风浪变化有节奏的运动 清晨 暴雨已过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洪水 马世朗大坝第一次实地运行 取得巨大成功 作为全球最大的活动建筑之一 这道风暴潮屏障 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马世朗大坝只是一个被称为 三角洲工程的庞大 连锁水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三角洲工程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防洪工程 荷兰的水资源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个国家位于欧洲三大河流交汇处的三角洲 荷兰近四分之一的领土位于水下 这样的地形使得荷兰很容易被洪水淹没 鉴于此 荷兰最早的一些政治团体 曾经是组织防洪项目的 非正式水资源管理委员会 但在1953年的暴雨之后 荷兰政府采取了更多官方应对措施 他们成立了三角洲委员会 负责帮助整个西南部地区 抵御洪水侵害 他们以人口密集的城市为工作重心 目标是把每年洪水发生几率 简致低于万分之一 相当于一个普通沿海城市 安全程度的100倍 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 西南沿海地区需要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道防线 是在该地区易受洪水侵袭的河口筑坝 这些大陆海口会将荷兰境内的河流引入北海 而在风暴潮发生时 洪水会沿河涌入而淹没内陆 三角洲委员会利用一系列的水坝 将这些河口改造成广阔的湖泊 作为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公园 然而 这个方法不能用在新水道上 作为当地航运业的命脉 这条水道必须在安全的情况下保持畅通 并在风暴潮期间设置屏障 1998年完工后的马士郎大坝为海岸提供了必要且可变通的保护 还有一些额外的屏障 比如长满草的堤坝和混凝土海堤 这些防御措施构成了三角洲工程的核心 主要为了阻挡大洋上的暴风 之后几十年 荷兰人又制定了更多的计划 以补充三角洲工程 并防范内陆洪水 在河流空间方案下 农场和堤坝被迁移到远离海岸的地方 这样就为堤坝的洪范区流出了更多空间 形成了水库 也为当地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一战略撤退不仅降低了洪水发生的风险 而且让重新开发的定居点 更加密集和可持续 最能体现荷兰多管旗下的水资源管理方式的 就是路特丹 一座几乎完全位于海平面之下的繁华都市 当一场暴雨逼近 人口密集的老城区会被传统的堤坝保护 同时新城区被人为抬高 并且长城使用绿化屋顶来储存雨水 城市周围的许多建筑都变成了蓄水设施 比如停车场和广场 这些地方平常被用作剧场和体育场 与此同时 港口的浮动停台建筑会随着水位上升而上升 这些是早期规划中的水路两用建筑 其中一些安装了净水系统和太阳能收集系统 这些策略只是让荷兰身处水资源管理前沿的一部分技术和政策 荷兰也在不停发掘新方法 以提高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 威胁到了世界各地低海拔城市 荷兰则是顺应生态趋势方面的典范 我们拥有保护地球所需的工具和知识 访问ad.ted.com-earthschool 了解你和你的社群如何为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做出贡献 并深入了解正在开展的令人振奋的举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